大家好,我的夏妈 这是我刚刚蒸好的猪肠粉 切成段,配上牛杂汤 也算是吃到了自己想吃的早餐 现在是早上的6点31分 先把两边的火都开一开 上一个视频就是萝卜炖牛杂 我特意留出一小块,它已经凝固了 你早上拿出来以后放到锅里面 加点清水进去煮一煮 化开的同时它也加热了 味道也很浓郁 做猪肠粉,我家里有这种肠粉专用粉 就刚好可以用上 如果你有也可以跟着一起做 没有的话,咱们配个米粉 面条吃也是不错的 基本上就是瓦了三勺的粉 然后配了六勺的清水 同一个勺子 你不管是用哪一个 比例就是1比2 你瓦两勺那个粉 你就配四勺水 给它们搅拌均匀 就这么简单 只要里面没有粉疙瘩 粉水完全融合了 都不用洗面 搅拌好就可以直接用 然后那个盘子的话 是我之前好几年了 你看到好多刮痕 你可以用个厨房纸巾 抹上一点点油 给它抹平整 然后每次粉浆放进去之前 我们都要搅拌一下 我放了一勺多一点点 就给它晃均匀 锅里面水开 就这样子盖上盖子 蒸个两分钟 反正如果是这种透明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气泡 就这样子拿出来以后 放下一个 做这个一定是要两个盘子 一个盘子就有点费时间 然后你给它刮的时候 就一边刮一边卷 我个人属于那种 想吃一个东西 就一定要吃到 就不管是出去买 或者是自己做 能够做到的就自己做 像这个猪肠粉 我在广东真的是吃过很多的 所以我很多饮食都会 做广东那边的 大家能看到这几年 然后你卷起来的话 它就是这种状态 你表面可以抹上一点熟油 你多蒸几个 它放在一起 就不会粘住 这个的话 其实你蒸厚一点 蒸薄一点都没有关系 反正你到时候都是要给它切开 或者是用剪刀 给它剪成小段 就像这样子 放到盘子底部 然后刚好这个锅里面还有一点水 开水 烫一下青菜 淋上这个加热过后的牛杂汤 这种猪肠粉配牛杂汤 真的是绝配 今天的早餐 管是牛杂猪肠粉 参考一下 我是很喜欢吃的 特别是这种猪肠粉 它里面一层一层的 那个汤汁很容易进去 特别入味道 如果没有这个牛肉汤 怎么办呢 你淋上一点花生油 豉油 就是生抽 再加上一点蒜蓉辣椒酱 就这个味道 也不错 参考一下 我们就先开吃了 祝大家生活愉快 晚上再见 拜拜